由國科會舉辦的2023 Kids Science科學開門青春部門活動 今年邁入第五年 開幕活動選在了去年最熱門的場域中央氣象書舉辦 請不少高中生參加 現場更安排了氣象行動劇 由學生來扮演氣象特派員 扣合了環境生態主題還有直播連線 透過生動有趣的方式 讓青年學子踏入平常不容易觸及的科研場域 小小高中生扮演氣象特派員 外場直播連線 帶觀眾直擊乘搭海洋生物及金屯研究中心的活動實況 在地震還沒有辦法被預測的情況下 建築物的耐震度就相當重要了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還有漢本海洋驛震 一共三個連線點都扣合環境生態主題 由國科會舉辦的2023 Kids Science開幕活動 選在去年最熱門的場域中央氣象鼠 吸引不少高中生前來參觀 舉手搶答場面活潑熱絡 去年其實氣象鼠是我們參訪人數最多的一次 方面也是呼應這個2050近年排放 然後讓大家更關注氣候邊遷 還有大氣科學的問題 邁入第五年的Kids Science活動 今年規模堪稱最大 從10月14號起連續五個週休假期 國科會集結產官學員各界能量 開放全台106個場域 舉辦超過370場的活動 讓青年學子們透過生動有趣的方式 踏入平常不易觸及的科研場域 特別有展示了我們相關的衛星的觀測 還有雷達的觀測系統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也是氣象局的新業務 是有關太空天氣的部分 仔細觀看SOS球星劇場 從外太空的視角 感受地球的豐富形貌 甚至還有導覽 科普演講互動體驗等 要讓學生們深入認識台灣大技科學 以及千瞻技術 記者綜合報導 讓我們來學習一下 谢谢大家